好,我们先来补充一个观念 为什么光明树可以透过 增测红光跟远红光 来调节植物的各种反应 为什么植物要增测红光远红光呢 好,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绿色的叶子会行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吸收蓝光跟红光 所以在绿色的叶子的下面 树荫已经没有红光了 红光都被光合作用吸光了 只剩下远红光 所以植物如果是增测红光远红光 代表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增测到红光 代表你上面没有树荫 如果你只增测到远红光 却没有红光 代表你在树荫下 你这时候萌芽必死 因为你不能行光合作用 你在大树的下面 没有办法增测到光线上 好,那我们看一些有名的例子 如果今天在热带雨林 树很高 你常常在树荫下 热带雨林的种子 如果你需要萌发 它必须增测到红光的出现 而且要长时间 代表我今天可能有红光照到我身上 代表有光了 我要萌发吗? 不要急 可能只是风一吹 上面的大树歪了 光线照到你身上 等一下风停了 树荫就会回来 你一萌叭就死掉 所以对他们来讲 红光是照光的现象 而且要长时间 可能要连续红光照射一个礼拜 好,假设一个礼拜都照红光 代表应该没有树荫吧 我就萌发咯 萌发咯 萌发咯 一萌发 结果上面的树长回来了 怎么办? 立刻停止萌发 它是可逆的 所以对于热带云的种子来讲 它必须要完全确保光是永远存在 我才决定要萌芽 不然你萌芽到一半 上面的树荫被遮住就死了 所以热带云的种子对于红光很敏感 要长时间 而且非常的谨慎是可逆的 但如果你观察是高山植物 几乎没有树荫 你只要给它很短的红光一照 它就立刻萌发 而且一萌发就不可逆 因为对它来讲 不太会有人挡住我啦 这边树都不高 所以一旦有光照的我 我就可以要蒙芭芭 所以侦测远红光 侦测红光 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远红光代表 已被树 绿叶折主了 好 这是一个以光合中的角度来判断 为什么这种红光远光 对植物是很重要的环境因子 好 另外一个例子是某个研究引用来的 是澳洲西部 他们研究16种植物 发现小种子 都在土壤深沉 然后它就不蒙发 怎么意思 这样好了 你看这样说 小种子会因为红光刺激地 它蒙发 而大种子呢 反而是远红光 种子的蒙发 竟然跟种子的大小有关 而且小种子是要照 红光才蒙发 大种子反而照远红光 为什么呢 他们就研究他们的生活环境 发现小种子喜欢在土壤表面 他们不会在土表上 就在土下 但是越靠近表面的小种子 它比较容易蒙芽 而大种子呢 要在土壤深沉 才蒙芽 为什么 好 那它如果真的你是 靠近土表的表面或深沉了 红光可以穿透土壤 然后 远红光就代表 红光照不过来 因为你深沉 所以远红光就消失掉 所以远红光代表黑暗 好 那为什么种子 透过真的红光远红光 知道我在土表的表面 还是深沉 来决定你是否蒙发呢 下面是理由 小种子必须要在土表 因为太深的小种子 它的力量不够 没办法撑到土表了 所以它必须在土表表面 我现在照到红光了 对保离土表很近 我可以蒙发 快蒙发 反而是黑暗或远红光 不要蒙发 但是大种子刚好想法 它喜欢在土的深沉 原因是它身体大 有力气爬出来 可是它喜欢深沉 因为深沉会有水 西澳是沙漠呢 所以小种子只能接受雨水 但大种子想要找地下水 所以越深的土浪 越容易深耕到地下水的水源 所以它喜欢在深沉 这下它力量大 可以深出土表 所以大种子反而喜欢在深沉 小种子比较喜欢在表层 而种子怎么知道你是深沉表层 透过照进来的光决定的 红光多代表靠近土表 红光少代表你远离土表 所以植物透过光而中 或是种子需要水的程度 透过红光远光 让它得知环境的阴质变化 所以侦测红光受气 红光受气侦测 对植物来讲是有道理的 另外补充中再补充一点 我们来看看光明树的吸收高峰 我们前面在研究室上 有提到一个重要的现象 有看到吗 在这里 虽然这边我们刚刚没有强调 那现在跟大家强调一下 照蓝光对于萌发率也有影响 为什么来看它的吸收高峰 因为蓝光它也有吸收高峰 也就是这个光明树 主要是以红光油光为主 但蓝光有细细微微的调节 所以当时的研究就已经注意到 我照了蓝光也会影响开发率 因为光明树 其实在蓝光这里 也有一个吸收高峰 另外的高峰就是红光跟红光 但蓝光其实也有 蓝光也会影响它的转化 进而影响你的萌发率的改变 但它的效应不大 因为光明树主要是身为红光兽器 它的蓝光兽器的效果 没有这么的突出 以上是我们补充 光明树这个光兽器 这个红光兽器 它的生态学上的意义 对生物有什么生理调节的角色 角色